前方明明还有一大段空间 但这两台车并排慢慢开 后面整排车全塞住 有时后方驾驶不耐烦 会像这样闪大灯或按喇叭示意 但得当心可别因为前方归宿违规 反而害自己吃上罚单 闪两下大灯示意前方车辆 但这样很可能就会被认定是恶意逼车 吃上罚单 闪大灯示意前方车辆开快点 但次数得要拿捏好 闪一下算是善意提醒 但闪两下以上 就可能被认定是恶意逼车 也有人像这样按喇叭 短暗两声是善意提醒 但像这样 长按喇叭声也会被认为是恶意逼车 原本只是想要提醒前车 却可能挨罚六千到两万四千元 因为迈速车 它需要有一个测速器的一个辅助 所以说在民众发现的时候 在不影响一个安全违规的行为的时候 它可以打电话到1968或110 来向我们警方来做检举 在国道上内侧车道得维持在各路段最高时速 中间车道不得低于八十公里 外侧车道不得低于六十公里 但车速认定一定得要透过警用的测速仪器 民众不论是自己录影还是使用行车记录器 都无法作为检举一句 现行法规在国道遇上归宿车 几乎束手无策 驾驶除了乖乖跟在后面 还得小心自己闪灯按喇叭会不会吃上罚单 归宿车成了一种霸王车让人无可奈何 记者成交温斯汉特报道